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马克龙终于硬起了一回 结束海外访问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回国的飞机上说了一句话 欧洲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避免卷入大国对抗中 4月9日 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以此为题报道称 结束访华之行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乘专机返回法国的途中 接受了该媒体和两名法国记者的采访 其中有两条 可以说基本上在西方政界 捅了马蜂窝 一 在中国台湾问题上 欧洲不能做美国的小弟 二 欧洲必须要有自己的战略自主权 不能跟着美国走 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在中国台海问题上 马克龙表示 目前欧洲所面临的巨大风险 就是欧洲会陷入与自己无关的危机中 既然欧洲都无法解决危机 那我们凭什么能保证如果台湾局势生变 欧洲会有所反应 欧盟如果想要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 那么战略自主性是非常必要的 而在台海问题上 不断挑衅中国 将会极大影响欧盟的战略自主性 首先 现在的欧盟在中国台海问题上 并没有明确地属于欧盟自己的立场和坚持 欧盟的台海问题立场 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台海问题立场 而美国的台海问题立场 是美国根据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制定的 欧洲这样当美国的小弟 跟着美国在台海问题上挑衅中方 当中方反制的时候 欧洲只能被动应对 在整个流程中 完全没有看到对欧洲利益的维护 欧洲如果想要变得强大 那么拥有战略自主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 其次 台海问题目前和欧盟利益没有明显的硬相关 目前摆在欧洲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冲突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那么欧洲整体环境就算不上好 欧洲资本就仍然会持续外逃到世界上其他地区 而中国台湾问题目前并没有影响到欧洲的核心利益 那么怎么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不当美国的小弟 让欧洲拥有更大的战略自主性呢 马克龙给出了两个具体的执行建议 一 欧洲需要加大自己的国防自主性 二 欧洲需要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这两条建议简直是直接让欧洲脱离美国的掌控 所以马克龙的这个建议一提出来 马上就遭到了来自美国方面的猛烈抨击 美国华尔街日报直接刊文表示 马克龙的这些言行削弱了对中国的威慑力 破坏了美国对欧洲的支持 马克龙是在一个糟糕的时刻来宣传戴高乐主义 把自己当成了21世纪的戴高乐 认识马克龙的人都知道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要做戴高乐主义继承人 实现法国乃至欧洲的独立自主 戴高乐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开创者 曾在二战期间带领自由法国军队抵抗德国 并最终与盟国一起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没有戴高乐的英勇反抗 法国能不能当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还不一定呢 战后 欧洲打成一片焦土 给了美国趁虚而入的机会 通过马歇尔计划 美国得以对西欧实施经济影响力 冷战开始后 美国又主导建立了北约 借机控制欧洲的防务体系 同时也是马歇尔计划 在军事领域的延伸 同属昂格鲁萨克逊体系的英国 则无可奈何地抱上了美国的大腿 成为华盛顿安排在欧洲内部的特洛伊木马 德国就更不用说了 国土都被一分为二了 哪还有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 只能心甘情愿地听从美国的号令 而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法国 却因为权力斗争在战后初期陷入危机 直到戴勒高重新出山才稳住了局面 戴勒高刚一回来 就定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具体目标是这样的 在外交独立的前提下 拥有自己的军事威慑能力 并在法国主导下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 为此戴勒高先是拒绝了美国在法国布置核武器的建议 坚持自主研发核弹 当蘑菇云在北非大漠升起的那一刻 戴勒高终于有了叫板的底气 一步步收回北约对法国军队的指挥权 最终于1966年宣布退出北约防务体系 仅保留成员国身份 正因如此 法国才成为了北约成员国中 唯一没有美国驻军的国家 经济上戴勒高牵头成立欧共体 为促进欧洲团结 还把西德也拉入火 另一方面 当时的西德已经是被卸了轮胎的汉马 不足以对法国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 至于吃里扒外的英国 戴勒高一直都不怎么待见 甚至两次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请求 从现在看来 戴勒高的决定真的很有先见之明 说明他是从当代穿越回去的人 恐怕都有人信 后来的法国领导人或多或少的 都继承了戴高乐主义 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 甚至不惜与美国交恶 只可惜中途出了萨科奇这么个异类 为了修复和美国的关系 萨科奇刚上台不久 就宣布重回北约 继任的奥朗德也是个软柿子 虽然没有萨科奇那么亲美 但在对美外交上依然处于弱势 马克龙就不一样了 他第一次当选总统时才39岁 正所谓出生牛犊不怕虎 这位年轻总统刚一上台 就提出要回归戴勒高主义 摆脱美国控制 在文章的最后 美媒还表示 如果美国总统拜登还醒着的话 应该给马克龙打电话 问他是否想让特朗普重新当总统 美媒的反应很有意思啊 不仅对马克龙本人展开了人身攻击 而且还暗示马克龙本人 是想要获取更大的权力 比如能够影响美国总统人选的权力 这种脑回路也只有天天干涉 其他国家内政 想要操纵其他国家局势的美国人才有了 欧洲战略自主的概念 于2016年被正式提出 特朗普当选后 频频威胁只要欧洲国家不增加军费开支 将降低对欧洲的军事支持 同时也抬高了欧洲进口商品的关税 促使欧盟将欧洲战略自主的落实 提上日程 2017年 新上任的马克龙成为其最强烈的推动者 和美国媒体相比 美国政治人物的反应就更加激烈了 著名的美国反华议员卢比奥 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质问马克龙 说这话是否是代表欧洲 好家伙 这两位的口气真大 看来他们一个是把自己代表美国 另一个把自己代表欧洲了 马克龙的建议错了吗 当然没错 相反 马克龙的建议就是因为太正确了 才引来了美国媒体和相关反华人士的猛烈攻击 随着拜登将美元武器化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逃离美元 拥抱人民币 而随着沙特王储公开表示自己不再取悦美国 意味着美元和石油的硬绑定关系 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 这对于美元霸权和美国经济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不仅成为了美元重点收割的韭菜园 而且美国也一定要防止欧元崛起 进一步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 当然对于马克龙来说 想要在欧洲实行这些政策也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想着欧盟成员国数量的增多 欧盟越来越难以在某些事情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和看法 更不要说采取果断的行动了 欧盟的这种情况也被不少观点称之为欧盟的脑死亡 虽然个人很佩服马克龙的勇气 但是对于马克龙想要让欧盟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 是十分不看好的 因为欧盟现在连一个普通的邦联都算不上 更不要说联邦和国家了 松散的欧盟从先天上就存在容易被人分化和收割的弱点 摆在马克龙面前的路有两条 第一条是让法国直接和中方展开深度合作 这无论是对法国还是对中国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第二条是法国直接和一些想要摆脱美国掌控 和中方平等交流的国家一起 组成一个全新的组织 这样也能极大提升他们的战略自主 这样也能极大提升他们的战略自主性 路就摆在马克龙的面前 至于马克龙会如何选择 以及马克龙最终能否成功 就需要看马克龙是否有足够强大的毅力 以及足够的运气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